羊羊刚好我们吉羊羊羊 对 吉利的羊羊 对不对 羊羊给大家带来推荐我们的一个热门 那个车型对吧 福利关羊羊 美若天仙评价完毕 好的也谢谢这位小伙伴啊 那包括我们的车的一个评价呢 评价羊羊一个词就评价完了 对吧 那评价我们的沃尔沃 可用好多好多话都评价不完呢 因为它优点实在太多了 对不对 它优点呢 最显著这个优点呢 就是它的一个安全性 对不对 当然除了安全性以外呢 其他呢它也是非常能拿得出手的 比如说刚才羊羊说了 跟我们安全性相关的还有什么呀 就是我们的一个乘坐者和驾驶者的一个健康问题 对不对 其实羊羊呢 之前在我们直播间呢 也一直跟大家说过了 羊羊每次呢 都是坐在我们的一个展示车型里面 给大家进行讲解的 我们像我们这个车啊 可是纯新车的啊 并且大家也知道了 我们的展车里面呢 也不会放什么竹炭包呀 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对不对 但是羊羊坐在我们的这个车内呢 是一点异味都闻不到的啊 一点异味都闻不到的 因为我们所有的一个内饰 不管它是真皮的也好 还是布面的也好 它采用的一个材料呢 都是最高标准健康无毒的一个 环抱的一个材料啊 并且全车的一个塑料件呢 都是做了防过敏测试的 并且是通过了防过敏协会认证的 一个防过敏的一个材料 并不是说我们张嘴就说 它是不过敏的 就是这样子啊 我们是有通过协会认证的 我们是有这样的好不好 所以说呢 这边杨阳也跟大家说了 如果大家比较注意 我们日常使用车辆的一个 健康性和安全性的话呢 因为毕竟除了我们的家以外呢 和家和公司啊 我们在路上的时间 都是跟我们的车载相处的嘛 对不对 待在车里的时间还是比较多的 如果你家中有老人啊 有小孩子呀 或者有呼吸系统 比较脆弱的一个小伙伴呢 那我们真的可以选择 我们的一个沃尔沃的一个车 至少开起来是健康放心的 是健康放心的啊 不会存在说 我们待在车内空气不太好 因为我记得好像 之前有哪个汽车品牌 出现过这样子的问题 好像是某个德系的豪华汽车品牌 具体什么的话 我们也免得说大家 说我们拉踩了 对不对 有这么一个豪华品牌 出过这个事情啊 说车内的一个甲醛含量超标 结果导致大家出现了 一系列的健康问题 后来还全部都已经召回了 对不对 有这么一个事情啊 但是这种事情呢 但是这种事情呢 在我们这边 在我们这边是不可能